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要每天工作八小时 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我们要稳稳花香 我们要晒晒太阳 我们争取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休息 另外的八小时留给我们自己 过了几十年的五一节 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 五一节全称是国际劳动节 1886年5月1日 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 为了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举行了大罢工 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 终于获得了胜利 在这之前 一般工人的工作时间 至少都是14至16个小时 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 工人们怨声载道 通过罢工运动 跟资本家做出了艰苦的斗争 1889年7月 在恩格斯领导的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 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1949年12月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正式做出决定 将5月1日确定为劳动节 每年的这一天 举国欢庆 全国人民盛装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1999年9月18日 国务院更是将五一安排 成了黄金周 全国放假7天 但是好景不长 2007年 五一又从黄金周 变成了三天小长假 不过值得开心的是 今年会放假5天 那么问题来了 你平时每天工作几小时呢